感恩大慈拉悲救苦就让广大令感关心菩萨摩尔萨 感恩诸位佛菩萨和卢龙天护法神 感恩卢俊鸿台长师父 请师父帮忙看一个女生2012龙年 先天性的脑残脑子有问题 腿脚不动 整个从腰部一直到腿部都不好 对不对了 对 他小时候就走路有问题了 看见没有了 差不多两岁到三岁才 现在几岁了 四岁 好好念吧 先念六百张 六百张之后一千三百张 一千三百张之后两百四十张之后会好起来的 念的当中就会好起来 你们祖上有沙叶 对 鼓掌 太太的父亲是买卖鱼的 卖鱼的包在孩子身上 卖鱼的 所以他没骨头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我告诉你 苦孩子苦的这些孩子啊 所以长主上不积德缺德 孩子就苦 明白了吗 明白 好好给他放生 师父要放生多少条鱼 两万八千 慢慢去放吧 好吧 好师父 你要记住了 你现在的目前的情况 还能放生 你的经济条件还可以 对师父 慢慢放 好师父 感恩师父 我们自己的业障 自己背 不由师父来背 你没什么大问题 你如果给他一点能量 你会很好 我告诉你 你没有给他能量 因为你过去 在地埔里边做过关的 所以你不怕小鬼 胆子很大 对 对 现在小鬼到你家里来了 你又不敢抓他 师父 把一个姿势出来 房子的要进者 要念几张 差不多的 差不多 房子四十八张 好吗 好好努力啊 因为你在人间 也没有好好地修啊 你现在开始修了 你很快会增加能量的 因为你的过去的位置 也是在地府漫高的 明白吗 明白 像一个 像一个阎王殿里边的 一个判官一样的 明白吗 明白 叫你上来抓一个人的 所以你上来之后 有一个人 在你们家族当中的 会走掉的 有没有 你出生之后 你们家族有一个人 没多少时间 就走掉了 有 鼓掌 好 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所以你自己好好的 把这些能量好好的加强 给你孩子好好努力 这孩子会好的 师父 师父是不是我要 跟观世音菩萨说 我要转我的功德 给我的女儿 是不是 你现在没功德 你修了多少时间 你有什么功德 一年 一年 有功德了 没有 去买一点功德 多少钱一斤 去做出来的 看看这么多 穿红衣服的 他们都在做功德 你知道吗 知道 所以人家才拿得出功德 你现在功德没有 好好的做功德 功德是做出来的 所以叫做功德 好 我一门精进的 师父 一门精进 你两门精进 我也不管 好好努力修心 跟你太太两个人 把这个账 要还 还清楚 才会彻底的解决 我告诉你 这个孩子 如果你救不了他的话 接下来 活不长的 而且接下来 第二个就是 你太太会走掉 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 因为你太太 现在身体很差 非常差 明白了吗 明白了 太太会 算了 太太修心不修心啊 没有这么好 但是有在念 你问他 想不想活啊 有 好好念经啊 你知道 你知道你 业障很重啊 明白了吗 明白 你好好听台长话了 否则救不了你的 明白了吗 抱在你身上 你知道吗 他如果活不了的话 过几年你就走掉了 他跟你的冤情很深啊 他喜欢打你啊 要对 师父 我的女儿没有那么喜欢我的太太 好好修啦 好啦 好谢谢师父 感谢师父 告诉大家 感谢 感谢